端午节脚步近了 很多社区都在包肉粽 二号这一天 大辽保安宫在老人共餐这一天 就让志工们先来包起肉粽 三百多颗包好的肉粽 都会分别送给共餐的长辈们食用 保安宫主委也邀请议员林一琴 一起来包粽子 场面相当温馨热闹 今天是逢大辽保安宫的老人共餐活动 保安宫主委号召共餐志工 从清晨五点不到就忙着备料 要来包粽子 每一地粽子都是由二十多位的志工 亲手完成 因为现在我们的团队节要搞了 我们现在就是在志工 大家说要给老人共餐 一个团队节的气息 给它包一个仗的 让我们叫议员到人来 给我们盗牌仗 让大家感觉 增加一些气氛 自己老的信息 米40斤 煮米40斤 里面里面有香菇 有芝麻 有土豆 还有菜鲍 还有金鲍蝎 还有豆干 有六行的配料 大家做到百几粒 大家做到百几粒 一斤米差不多百九粒 有140斤 有1340粒 议员林一吉 今日也受邀和志工一起包粽子 几件议员手拿粽叶 将馅料放进去 再熟练的将粽子绑紧 议员表示 原本自己是不会包粽子的 但当上民意代表后 群跑基层 也学会了如何包粽 现在包粽子 根本难不倒他 其实我以前没有在包 因为我会参与社区 跟里办公室所办的活动 所以这几年来 我都有参与一起包肉粽 所以目前包肉粽 对我来讲 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我也能够很得心应手 然后希望 其他从明天开始 只要有社区包肉粽 我也都能够跟大家 一起来同乐 端午节是台湾人的 重要传统节日 尤其偏向地区更是重视 所以有别于以往 都是以购买的方式 今年带了保安公 选择自己包粽子 将近400克的肉粽 分别发送给共餐长者 一人一串三颗 让长者提前度过 特别的端午节 谢权威 瑞芳采访报道